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时候呢 拿到i20表的时候呢 还需要交这个系统费用 这个系统是怎么来的呢 大家知道911策划恐怖袭击的当时呢 其中里有一些人也是在美国拿学生签证 那么后来呢 有一个乌龙的事件 比如说911事件发生以后好几个月 其中呢 有的恐怖分子收到了来自移民局的批准书 显示移民局在管理上在巨大的漏洞 那么为了弥补这个问题呢 所以这个后来建立了这么一个计算机的service系统 那么对于学生和家属来说呢 保持合法身份重要性 如果被这个系统除名呢 那你可能就不能维持合法的学生身份 或者学生家属的身份 既然是学生嘛 那肯定有对应的学校 这个学校呢 有一个身份很关键的人物啊 你要联系的 叫DSO Designated School of Fishing 就是说学校负责国际学生事务的这么一个人 那如果你有什么关于学生身份不了解的事情 有关于你的IR0表的问题 或者有关于要转学啊 关于OPT啊 延期啊 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及时联系这个DSO取得他的意见 那下面呢 我们讲一下有什么情况下呢 有可能会导致留学生和家属被service系统除名 所以呢 你了解了以后呢 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service系统如果要终止学生的记录 需要有具体的理由 可以有哪些理由呢 比如说第一 离开美国超过五个月的时间 这个可以是出名的一个理由 或者呢 如果选课不够全日制学生的要求 你可以晚上上课 可以周末上课 但是呢 如果有的时候 比如说一学期啊 上的课这个学分不够 不算全日制的学生 那可能就不能维持学生身份 或者呢 有的人如果退学 或者被学校开除 或者呢 被学校叫 suspend 终止学生身份 那么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可能会被service系统除名 或者呢 如果有的人从好的地方来转身份 这个申请批准 比如说申请了H1B 如果说抽签抽到了 批准了 你的service系统也可能就不再有你的信息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不再是学生身份 所以呢 也有人通过这个办法来查询 说我转身份的申请是否已经得到了处理 得到了批准 还有什么情况呢 有可能 比如说如果没有注册上学 你每个学期呢 都需要重新注册 然后呢 要和DSO这个联系 或者呢 如果在OPT的延期期间 大家知道呢 这个stem OPT可以延期 但是呢 如果延期呢 是有一定的这个条件要求的 要交一个叫validation report 就是说呢 你还在这个地方工作 做的这个事情呢 和你的专业有一定的关系 你得取得新的进展 validation report呢 需要定期交给这个前面提到的DSO 如果过了时间没交 也可能会让个人从service系统被处灭 还有什么呢 有的人如果说入境美国 说我来上这个学校 入境以后没有向这个学校及时报道 或者说转学 我要去某一所学校去 但是呢 转学的申请批准以后 没有去新的学校报到 那当然也有可能被service系统出灭 最后呢 还有可能有的人如果未经许可工作 被学校的DSO发现 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 以上是学生 对家属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比如说有一点很重要的 如果家属已经超过21岁 那么就不能作为dependent 那有的人呢 不管是学生啊 访问学者 有时候这个孩子在美国可以免费上中小学 上大学也有一些入会 这个当然很好 但是呢 如果孩子超过21岁 他就不能再以家属的身份在美国拿这个家属的F2的签证了 需要有自己的签证身份 这一点需要注意 如果是配偶呢 那当然和这个学生离婚了以后 就不能再有家属的F2签证身份 或者呢 如果你是学生的配偶或者子女 但是呢 这个学生他的F1身份终止了 配偶和子女的F2身份也不能保持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如果拿F2签证和F1一样呢 一般情况下未经许可 不能在美国工作 如果说有这个违反 那也可能会造成身份方面的问题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哪些情况会导致留学生和家属被service系统除名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一起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